各位老铁肯定玩过网游 也肯定磕了不少金了 在今天整活之前先做一个小互动 磕过金的扣一 然后网游还能挣钱的扣二 让我们羡慕羡慕这些商业鬼才 先整这么一出呢 那是因为今天讲这个片跟网游挣钱有关的 而且人家靠网游挣钱买车创业 后来一法不可收拾成了一万富人了 你说气不气人呢 烦死了 OK想必各位已经极可奶奶如即思可十分期待了 马上进入故事中 阿坤是一个普通的助学生 普通通的富二代 平常那不再好好学习沉迷于网游 故事发生在二零零几年 大家看看他玩的是啥网游 勾掌没看出来 有指导得可以弹幕或者留言 他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游戏上 那便是全服数一数二的大号 装备嗷嗷厉厉害 有人要摆他的装备 他也没在意 万万没想到 那个人给了一个很高的价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虚拟装备 竟然能换真金白银呢 人家是富二代 店妈都是做买卖的 从小就有这个做生意的意识 开始跟人家讨价还价了 最终一个装备卖了一万多泰铢 折合人民币好几千 这小子有好几件装备 他咔咔全卖了 然后借了自己家老用人的存值 全打理门了 一共七十多万泰铢 折合人民币十多万 挣钱之后马上买车 宝马 别误会啊 东营宝马 马自打 买完车自己卖装备的钱还剩一点 于是他准备用这些钱呢 做生意 他去这个游戏店 发现一种中国产的游戏机 比当时的PS2便宜不少 宣传的还非常牛逼 于是他就把扇子钱全都投进去了 进了不老少游戏机 装了一车呀 回家之后还跟父母前面显摆 慢慢没想到一开机就坏了 他让人家给坑了 他联盟回去找商家说理 然后就被人家来了一个大逼的王 阿坤第一次创业失败了 而且打击是接着而来呀 考大学落榜 他还省色没事 王家有钱 大不了上司令呗 接着老爹就破产了 老爹老妈为了躲债准备跑路 当然要带着他一起跑 可他选择不跑 非得也带泰国狗着 因为他觉得自己在这块还能东山再起 店妈走之后 他把目光放在了糖炒栗子上面 花了不了少钱买机器整炒栗子 可想而知又失败了 此时他在对象上来了 对他是不离不弃 还给他摆海苔吃 他吃了一口 哎呀这个海苔好吃啊 我不整栗子了 我整海苔 这会儿插一下子 有的人吃到什么特色菜了 就想开饭店 觉得这晚上肯定挣钱 而有了孩子的家就想开母营店 大家不信的可以去翻翻朋友圈 你看看有多少好友 有了孩子之后 开始捣乱这些母营产品 好了跑题了 回到顾时庄 他准备开发新口味 炸海苔 但是胳膊都被油点子 绷得跟烫了鸭花似的了 可仍旧没有弄出来 这可咋办呢 又要砸吗 而阿坤已经没有了后退的余地了 家里的房子都被银行插封了 他必须坚持下去啊 他虽然学习不好 但是相信知识是第一生产力 于是他来到农业大学 找食品方面的教授请教啊 教授一天天多忙 根本不想搭理他 但是他把自己的身世说了 当然美话不少 说父母跑了 我都不跑 我要替付还债 一顿包装吧 教授非常感动 亲自下场告诉他 该怎么炸 油温是多少 怎么储藏 放什么佐料啥的 教授可能是兼职 主业应该是个厨子 教授用鲜辈演示了一遍 最后说了 你想把海苔炸得好 需要我这个机器啊 三万一台 我给你打八折 教授的主业不是厨子 是个销售啊 看来年轻人把握不住 还得看老年人呢 买完机器回去之后 阿坤和自己的老用人 就开始操练起来了 弄了不老刷海苔开始实验 但是全用光了呀 也没弄了想要的味道 没办法 阿坤只能把自己 最先的电脑都给卖了 那有人就要问了 他不是打游戏挺厉害的吗 都挣钱了 继续打游戏卖装备呗 他也想 但是自己的号都被封了 这条路早就堵死了 卖了电脑整了点钱 又进了不老刷海苔 开始试着 可此时老用人 却因为老年病发作 摔倒受伤了 阿坤联盟把他送到医院呢 他就这样一边照顾用人 一边继续实验呢 两头忙 两头都顾不好 阿坤感觉自己坚持不住了 都说自助者天助啊 因为一个巧合 海苔被水泡了一下 可就这么一下子 神奇的改变了海苔的味道 并得非常好吃了 用人此时呢 也出院了 两个人开始摆摊售卖呀 很快就非常火爆了 但阿坤不满足自己 只做一个商贩 他又挣更多的钱 他没有钱上学 却让同学偷偷用录音机 把课给录下来 这里面 经济课的很多内容 对他启发很大 他要把自己的海苔 卖到亚洲最大的联组超市 711 他带着海苔来到了711 在泰国总部 可对方根本不感冒 包装也不行 也没有善执照 三无产品 怎么能够进入我们宁查的711 阿坤联盟找人 做新的包装 又走各种手续 第二次再去711 这些海苔被711的其他员工捡着了 分给大家一吃 他们也没逃过真相定律 于是711联盟找回了阿坤 说我们吃了你的海苔了 挺好的 现在我们全泰国 一万七千家连锁店 要铺你的货 阿坤听了非常高兴 感觉自己要起飞一样 不过711的人说了 你必须有合格的厂房 员工和设备 我们要验收一下 证明你有这个实力 我们才能签合同 阿坤非常着急 于是就去银行贷款 他把自己的所有经历说了一遍 也会像感动教授那样 感动银行经理的 但是他还是太天真了 经理一看你才19岁 不行 挣钱都是虚拟的 你年轻人保握不住 所以一分钱也没给他 银行不行 阿坤也不能放弃 这个711的机会 于是他把自己的车给卖了 又去亲近一家借 求爷爷高奶奶 终于弄了一些钱 接着他把自己家的 一个废弃的仓库 改造成了工厂 改造工厂中 阿坤和工人们 是同吃同住同劳动 非常之辛苦 终于在711宴场之前 全部弄好了 最终也通过了711的检验了 阿坤起飞成功了 他的海苔通过711 迈向了全世界了 到2010年的时候 他的厂子 已经有了2000万名员工 海苔处27个国家 还在韩国建立了 自己的海苔养殖场 年销售收入高达15亿 太猪 折合人民币三亿多 而此时 阿坤才26岁而已 当然 他对他妈的债也都还清了 家里的房子也赎回来了 一家人住在老房子里面 幸福美满 电影到此也就全部结束了 辍学 创业 年轻有为 阿坤集合了所有成功学的元素 但大家要看到的是 他的坚韧不拔 他的辛苦付出 他的战战兢兢 他的如履薄冰 以及非常重要的一点 运气 这些加起来 才是他成功的关键 他是100%的努力 加上了1%的运气 可就这1%的运气 我们平常人 根本没有办法去奢求 也就是说 努力了未必成功 但不努力肯定不能成功 这个就是生活的真相了 而阿坤的所作所为 也让我想起了 罗曼罗兰的那句名言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识了生活的真相 毅然热爱他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各位看管老爷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 接着吧